从东北那边走过来吗 从海拿 海拿 就看你这皮肤才像真的突兀的 那些帅 那些来了吃辣的 那些 你们没做防晒吗 没有 那是该懂的 习惯了 挺好 然后今晚你就准备来扎营了 今天晚上就够来扎营了 今天我干不了钱了 你里面也可以睡啊 你搭帐篷是给谁睡的呀 给狗狗睡的 好好哦 这狗子还有帐篷可以睡 因为这地方不下雨了 这么多就下雨 王福哥再次被人家压倒 你把人家姐姐的帐篷都压掉了 马上到东凉 还得一个多月把他到东凉 到那儿就不走了吗 嗯 走啊 我还得返程呢 返程走哪条线啊 109 走109 嗯 走那个青浪线 我动力的还行 动力上坡还行 你上面这个太阳能哈 嗯对 很太阳能的 真的也挺多的 我觉得 在路上带条狗 那狗安全点 安全点 因为他受到他会叫 是啊 那你晚上你走了这么多酒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 就晚上的时候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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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狗比较厉害 不拽他没事 你要拽他的话 上午我给你家喂他 教你 是吧 嗯 不拽他没事 那还行 我家狗就是跟血豆很亲着 我本来让他保护我的 结果呢 你不能让他跟血豆亲人 他就是跟血豆亲着呀 到时候他来生人他不交款 那我怎么教啊 他不要 我怎么教嘞 那不知道 我刚才完全也没怎么教 就这样 但一拴他就不行了 一拴他他就特别凶 你不拴 不拴他他特别温水 这样 要学一下怎么那个 这个他没法教 看已经哄了 玩得好嗨呀 他们应该是品种 差不多的接近 我家是马腾 应该是什么的 德木啊 德木啊 嗯 你有没有说过你车 车有多重啊 这个车现在啊 现在得有六七百地吗 那你胎呢 它那种小胎 嗯 这种电停胎的小胎 容易抱胎吗 嗯 不容易还行 目前还没有抱过 没有 我们以前以前是用的是那种 嗯 公立胎就经常抱胎的 这里 嗯 这样的胎好一点 嗯 不容易抱 中间胎毛也都磨掉了好多 嗯 那前来看能不能换 都换了它 你带一个备胎就行的吗 带备胎就行的 备胎也不好弄 因为一旦坏了 你抬不起来 拿个千斤顶呀 嗯 备个千斤顶呀 没买 你就是前面 前面方便那里去 呃备个备胎 马上背个千斤顶就好了 要不你现在晃的话 那他也他又说不准啥时候砸呀 你并不一定说是新的 他就不会被砸 对吧 对对对对 那前面看能不能换个千斤顶 哇你们俩 呵呵 好的好的朋友围观 这种被人围观的感觉怎么样 哈哈哈 奇怪 因为这么半年都到了 正常啊 好奇心嘛 嗯 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这么走 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这么走 因为我们快手直播的嘛 都是基本上都是全天直播的 不是全程 全程直播嘛 全程的 哎 全程晚上睡的不能啊 啊晚上睡车里边好一点 嗯 还有那个档啊 有那个保卫膜 保卫板 好一点 他的车比我们单年的车高级多了啊 奇怪了 一个很梗子的东北小姐姐 我问她为什么徒步 她就是白 她就说是为了直播 嗯 对 当然也为了梦想哈 嗯 对 我能问一句你今年多大吗 90年了 90年 这风吹露晒的 嗯 我们看一下我跟她两个皮肤对比一下 我们看一下小姐姐的皮肤 来我们对比一下 是不是一笔一笔就觉得 我好白啊 像你这样徒步一天 你播几小时啊 从早上八点播 播到晚上 我们歇一会儿 晚上继续播嘛 那我能问一句 像这样子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方便说播 不方便 不方便是吧 嗯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不问了 祝小姐姐一路平安吧 拜拜嘞